今天星期六从早上开始就忙死我了 不到六点小孩子就醒了 我一摸他有点发烧 一凉38度多 我就赶紧给他贴上推着帖 中午就开始想要不要去医院预约医生 我上一次他也是那天发烧 他下午开始发烧 晚上我就带他去医院了 我以为是个很紧急的情况 但是医生跟我说 小孩子发烧不用特别担心 连续发烧五天再去看医生也不晚 但是呢 马上把他带去也没什么错 所以这次呢 我就观察了一会儿吧 然后他还就是早上还是一个挺活泼的状态 然后中午开始发觉没什么精神 就给他灌了好多水 我觉得那个多喝点水可能会好点 然后就吐了 没吃东西就是全是吐的水啊 我一看吐了不行 我抓紧去医院吧 然后就是马上就把他带到上一次去那个医院 然后是不同的医生啊 他去了我就说他就跟我说不用担心那个小孩子发烧 然后就算是吐了也不是特别紧急的状态 然后我带小孩子去了嘛 他说你就下午再来就可以 就是给小孩子一个最轻的负担 让他先休息 然后下午实在不放心再去看 现在他睡着了 我摸着也没有那么热 但是下午还是去看一下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烧的啊 至少要弄清楚原因 好 然后医生说他这个就是发烧呢 不属于紧急情况 然后他吐了的话 也不用过于担心 就是看他的状态的话呢 不是危险 然后建议我就下午再去 就是刚刚下午又去了 医生看完之后 也是就是开了一点这个降温药 就完了 然后具体就是发烧的原因呢 第一天发烧 医生就是不清楚 如果要检查的话 比如说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流感啊 或者是不是这个新冠啊 都要等这个一定的时间之后 至少要24小时之后才能检测出来 所以呢 这个医生就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不用那么着急去看发烧的话 就是可能要至少要等一两天再去看 那我上个月 第一次去他发烧去看的时候 医生也跟我说 就是发烧连续几天之后再去看 也可以 但是呢你这个东西 就是中特别是中国这边 我经常我就经常听说啊 那种小孩子小时候发连续发烧 三天三夜 然后脑子烧坏了之类的 就是我自己没办法判断 他到底这个情况属不属于紧急情况 那从早上开始一直发烧 发烧一天 他到底这个脑子会不会烧坏啊 就是担心啊 就是他一发烧 我就是忍不住 就把他弄到这个医院里去给他看啊 然后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医生朋友 或者是有这个经验的家长 在评论底下说一说 这个在你们当地小孩子发烧 到底是要过多久去看 需不需要担心啊 然后我反正现在的状态就是忍不了 他一发烧 我基本上就是待半天 我就要把他弄到医院里去看了 反正就是今天看了 医生也是只是开了一下药啊 说他这个状态还挺好 所以然后其实我上一次到这一次 他都有那个单子嘛 其实花的钱挺多的 我看啊 都是两万日元两万日元的 不过在东京都的话 小孩子看病是免费的 不然真的负担不起 就算是这个30%都是属于很贵了 我觉得看这边幸亏是免费啊 这里 另外啊 那个虽然附近也有稍微大一点的医院 然后东京也有很多大型的医院 但是基本上从来没去过医院 我家楼下走路一分钟就有一个儿科诊所 然后我今天去的那个是我旁边的一个站 比较大的一个站 所以他们的这个儿科诊所呢 营业的时间比较长 像今天星期六 明天星期天都营业 然后一般都营业到晚上9点 所以我也在那里注册了一下 平时的话像是打那个预防针之类的 我就是在我家附近这一家儿科诊所啊 一般在在这些儿科诊所 平时小孩子生病都能看了 不需要去大医院啊 这样起到一个分流作用嘛 也不至于去大医院排队等那么久 今天是第二天星期天 然后昨天回来吃了一次药 又吐了一两次 不过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就已经很ganky了 很元气了 然后也不发烧了 现在吃东西也不吐了 吃了好多今天 好多哈哈哈 雨 Counsel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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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